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這個星期的會話 我們承接昨天說一些飛機的用語 今天就說一下乘飛機有可能會用到的說話 當你去到機場的櫃位的時候 你需要跟他說我是乘哪一班的航機去哪一道 的時候你可以用以下這句的語言 GoGo一時東京行の飛行機です 剛剛那句,看到GoGo一時是午後1點 就是下午1點 然後東京行の飛行機就是去東京的飛機 加上有禮貌的意思 所以整句是下午1點飛去東京的航班的意思 當你說完航班之後 然後你就需要託運行李 你給完行李之後 就可能聽到空笑 不是空笑,應該是地近人員 就會跟你說以下這句話 お預扱の荷物は以上ですか? お預扱の荷物は以上ですか? 什麼? 預扱的荷物は以上ですか? 就是你要託運行李大の荷物 然後以上就是以上 例如你剛剛給了兩個 他就要問你 是否以上這兩個全部 就是です all 就沒有的了 這個意思 我很喜歡在7月和1月的時候 去東京或者大阪 因為日本逢7月和1月的時候 都有這個大減 所以可以買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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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划算的 CV值很高的衣服 因為是三副鞋物和食物等等 所以就經常搞到行李超重的 行李超重的日文是會怎樣說呢? お荷物が重量オーバーです お荷物が重量オーバーです 沒錯 你就會聽到地近人員 會跟你說 オーバー 然後你就知道 自己已經オーバーエイト 行李 可能就需要收拾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自己手持上機 又或者其實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可以把 你之前買的東西 去郵局 搭一箱 然後船運回來香港 我覺得是一個最方便快捷 和划算的方法 最後一個要說的 就是大家搭飛機的時候 如果你有得自己減位 可能大家都會傾向 選在飛機前的位置 因為等下機的時候 過得快一點 要不然你在機尾 要等前面所有人 拿出行李下機 然後就要排隊過關 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尤其是如果你是搭夜晚機 去到機場 要趕這個尾班車的時候 都很麻煩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些 前一點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這句話 最後這句文型 就說了很多個禮拜 就是坐前一點 然後石器就是座位 所以你就可以試試問一下 地勤 或者一些空 你可以坐前一點的位置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句話 好 今天就來到這裡 這個月就說了很多 過關 搭車 搭飛機等等的日文 下個月我們就會說一說 去到日本的時候 可能是你吃東西 喝東西 那些會用到的日文 其實我都還沒想到應該說什麼 或者你想學什麼的旅遊日語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做一些搜集 然後再拍片給大家看 因為可能對於香港人的我們 就未必每個人都會去到當地生活 即到一個長時間的生活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去日本旅行 希望做一些很簡單的短句 很多初學日文的朋友 或者不懂日文的朋友 都可以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都拍得不錯 就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 莫當勒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就 莫當勒 拜拜 謝謝大家